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 有请 我叫妈那天 来自江苏延城 今年55岁 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七口之家 26年前 有三个离开了我 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 21年前 我家里发生一件事 是我的承诺破碎 七口之家 本该生活美满 何家幸福 可他为何愁眉不展 26年前发生了什么 让三个家人离他而去 面对家人的离去 他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 21年前又是什么 将他彻底击垮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 大家好 来这位弟弟请坐 我能猜一下你年龄吗 456 我是62年 62年那你还小 来请坐 你寻找什么人 我寻找我 就是21年的小儿子马亮 1995年 我的儿子马亮 在北京护制站丢失 21年了 我天天在祈祷 我希望他 哪一天能出现在我的家前 有了他 才有家 我以前有个七口的新墓住家 我以前爸爸是在木工 所以我就跟着爸爸一起学路 我们家里什么家具啊 桌子 凳子 都是自己做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人家坐家具的时候 不小心把高手捕捞 现在还有这个大 晚上下班回来 我离到老远就看到我老婆 抱着小儿子马亮 边上站着大儿子马来 在那等我 当我要到家的时候 我大儿子就跑到我那儿 爸爸爸爸抱不抱 妈妈不抱我 抱我弟弟 我说你看爸爸今天手烂了 搞烂了 他在流血 爸爸抱不了你 就这样我把他放在那个自行车上 带回家 到家以后老婆看到我 就是我老婆看到我手 他在流血 赶紧跑 我就找点那个 我们家喝的那个北酒 给我擦一擦 完了以后就找点那纱布 给我包涨 把手捕完了 以后他就把那个饭菜 端上桌 我们那时候吃饭 是一个帮助 我们五个大人坐下来以后 小孩都挤到那个脚上去 挤得买买 所以我刚端起碗的时候 我大儿子说一句话 你看爸爸的手好吵 就这一句话 爸妈一家人都搞笑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什么叫幸福 就是说 一家人都团在一起 不管桌上有什么好吃的 或许有什么好 有多少菜 一家人都在一起 吃着饭聊着天 那就叫幸福 这样幸福的日子 你过了多久 说好久不成在 就是90年的一年 我就出了三件大事 我那时候大儿子马来 才五岁 小儿子 也就一岁半 我妻子因为 很小孩 等了一阵 以后自杀了 那年自杀了 后来不到一个月 我爸爸车 他说石头儿 所以呢 就是说时间不长 他是石头儿管器 时间不长 他也走 就过了一个月 我那个弟弟 就到河里面淹死了 所以我到时候 我睡的心都有 特别我印象深的就是 过春节的时候 我们的时候 那就是外面淹落 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人家给小孩买新衣服 买大鱼大鱼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没有 放着上面就摆两个餐 一摊丝 煮丸子 还有一扇炒豆腐 煮丸子就是家里长的那个 地里长大的萝卜 牛炸一炸 豆腐们就是家里那个黄豆 加工一下 我们到时候四个人 一人坐一遍 非常累 我看到四个人 住着房桌边 一个人一遍 我挺难受的 以前 我们一家七口 住着房桌上 起得满满的 挺热闹 现在 温温清清的 所以 我就下定变心 我要保护这个墙 要守住这个墙 我不能再让任何人 从我身边拾起 所以我就过来 我跟我妈商量 我不能这样 老在家里 老在家里 没钱也不行 一个人生活要吃饭了 后来我就把两个小孩 煮给我妈妈 照看 我一个人 我就来北京 我找到一个粮店 一天下来 我货几盆面 每盆面 货下来是 油酸被通 有时候衣服都湿了 但没办法 我只想什么 糊点那点没什么 我都挣点钱 妈妈活完 这才能 过得好点 我干了一年多 直到95年 小孩放厨甲的时候 我就刚才想 我是想叫我妈 带两孩子 到北京来 见见四面 那不正好 我们老乡 有几个老乡也 来北京玩 所以我妈就跟他们 一起坐火车过来 当时到火车站 下了火车 他就放在这 用我们别的老乡 电话转到我那里 说你妈来了 在火车站 你们去人街 正好是中午11点多 前面排上老城的队 后来我一个媚婿 在那 跟我在一起 她看到这种情况 她就说 哥 我去街吧 反正那火车站 我也说 就这样 我带一好 那你去吧 那时候她回来了 我没找到 当时我就懵了 一下就那次 丢了三个人 在火车站 对 我听说 他们三个 一下子都丢了 当时 我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他剩下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活 到了一个晚上 可能也没找到 所以第二天 我两个姐夫 过哥 从老家就赶过来 我就把地图拿出来 让他们看 我说我们分头行动找 就这样 我们带点饼 馒头 水 就这样 饿了就吃点 渴了就喝点 就这样 我们在北京找了十几天 什么结果也没有 就找到第十三天的那一天 我们那天 我记得是去往西边 找一个收容所 我当时就带着这个小孩照片 打着那个行程棋子 到所有人问候 我就问一下 有没有看见这小孩 人家说 没有 我们刚走不远 我觉得我后面动一下 然后我一毛皮革 后面口袋里面钱包不见了 我回过头一看 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 边上还有四五个 我说你干嘛的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 往上一左 那个钱包从她 盖子屋里面掉下来 当时我什么也没想 我把钱包抢过来 因为我当时这个照片 就放在钱包里 我没有这个照片 我们就没办法找孩子 然后我那个老乡 就跟我一起去的 拉着我就跑 正好来了一趟公交车 我们也没时间看几路车 反正就看门就上去 我们那时候出去都是 一人管一边 你看这边 我看那边 都是这样住 刚下去不到200米 我一下子发现 我大二日马来 就在那个门口玩 我当时我不敢献献我的眼睛 我操一操眼睛一看 还是 当时我就跑到司机那 我说同志 师傅 跟你停车停车 车子刚停下来 门一开 我就冲出去 往回跑 我说这话 我那时候到那地方 一把抱着 把它抱在怀里 我眼泪止不住的 就流了出来 弟和奶奶呢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 我说弟弟 奶奶跟弟弟弄哪些呢 他就说 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 那时候大儿是十岁 丢的时候 小儿子七岁 这时候我再抬起头 看看门前是派出所 我就把儿子带到里边 正好有个民警同志 在那儿值班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 前后进步 跟他一说 他说当时 这个小孩在这几天了 我们问他是哪里的 他说是安徽香水 我们是江苏香水 他说是安徽香水 他说那好 那里签个字 可以带走 就这样 我把小孩带走 后来我打电话 给他们 我说 大儿子马来找到了 他们挺高兴 刚打完 我想带着马来 再去找马亮 不到两个小时 我姐夫打电话给我 说你妈找到了 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 我说你们在哪儿找到的 怎么找到的 他说在火车站 还是在火车站 当时就不成人了 说劈头散发 浑身脏得不得了 后来我赶紧跑过去 带着孩子过去 把他弄到我住的地方 那怎么会丢呢 过了三四天 我妈好点 我就问我妈 我说你们在跑哪儿去了 怎么回事 她说 我正在等你来接 等到天黑也没人 所以当时有两个人 说认识你 说跟你是朋友 所以我就带两个小孩 跟他走 后来说走那么多不远 马来把他奶奶的衣服拽一下 说奶奶他身上有刀 我妈一看说有刀 就把小孩一掺 回头跑 跑那么多远 我妈把手一松 两个小孩都分头跑了 这个小孩问这 那小孩问那 我妈在喊也听不到 所以也追不上 找了四五天 说我也不想活了 他就跳河了 跳河正好 被一个好心人给揪起来 所以他也不吃不喝 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 反正见路就找 后来又心里糊涂地到了虎车站 正好那一天 被我姐夫他们找到了 后来我想 我说那你们在哪 他说我们就是在汽车走的地方 街上还有一个像小房子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老乡把我妈放的地方 是公交车的站台 他叫我们去接 是在虎车站出站口 我们就这样结差了 当时我这家 又当儿子 又当爹又当妈 不管怎么困难 我都要撑下去 我就想 这家家好 我做什么也没关系 我就把我妈带到我住的地方 现在我就是两点 我就开始起来 把东西弄好 弄好放在家里 把人完了以后 我在导师里去找人 就这样 我在北京找了几个月 什么结果也没有 后来我没办法 我就跟我妈商量 我说我们回家吧 我妈当时就不愿意走 我没找到孙子 我不想走 但是我们经济上也没办法 我妈以后就跟我们 一块回老家 到了老家 就是因为孙子掉了 她身体在北京又支撻一下 身体就不好了 有一次在床上 自己不小心又摔下来 把腿也摔坏了 就这样 我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过了一年多 妈终于走了 我妈当时临终的时候 拉着我手说 你一定要找到马亮 到我分钱给我 扫点紫钱 那等于奶奶去世了之后 老大谁看着 我妈走了 就像我跟妈那两个人 她练书也没法去 因为我是干木工 我就把她带到工地上去 过来这些年 你一直在找小儿子吗 对 我那时候去场所 在场所 坐上几个月 付点钱 我就过来找 付点钱我就过来找 我觉得有一次 我在老板跟前付1000块钱 到这地方天已经要晚了 我就一个人在路上 走啊找啊问啊 拿着照片 见人就问 到天黑 我找了一个小旅馆 房间不大 里面放三张床 我看到人家在那 睡觉 打呼噜 睡得那么香 可我睡不着 我心里一直在想 期盼 马亮哪一天 能站到我那前 在和我见面 那你这21年当中 一直在寻找小儿子 就顾不上大儿子了吧 不实在话 我有些地方 也确实对不起大儿子 到时他上学也没上 现在他一直开始单身 今天大儿子陪你一块来了吧 来了 来 我们请马雷来 小时候弟弟 你还记得吗 什么样 记得 什么性格 挺开朗的 开朗 长得什么样 跟你像吗 像 但是比我帅一点 这些年爸爸找弟弟 苦不苦 也各苦的 苦啊 爸爸带着你 他觉得 愧对了你 对不住你 你觉得呢 没有 我不觉得 不觉得啊 因为我也希望找到我弟弟 你也希望找到 如果今天找到弟弟 你会怎么样 我会对弟弟说 哥哥也真的好想你 曾经的一家七口围坐在饭桌上的幸福场景 不再出现 二十一年来 这个一直要将家守住的父亲 为了找回丢失的最后一个家人 也为了坚守自己曾经许下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 用一己之力扛起了养家的重担 在寻找小儿子的路上 再苦再累 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 在他心里 只有找回小儿子 家才是完整的 看看我们的这个书冬是怎么帮你们去寻找你弟弟的 来书冬 马乃田先生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冬 在我们的容媒体平台上 我们收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您展开了寻找 在我们的寻找普通中 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容媒体平台上 还有一个孩子发来的这个求助寻亲的帖子 其中提到的一些信息 包括说 95年丢失 膝盖处有疤痕 爸爸曾经是木匠 这三个信息跟您提供的一些信息 非常的近似 但是您说您的孩子叫马亮亮 您自己的名字叫做马乃田 这个信息跟这个孩子的寻亲田 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我记得我的名字叫马林丽 我的爸爸叫马拉提 他是个木工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拐 对于我小时候的事情 我也记不清了 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被走的时候被人晕在棺杉里面 那里面有四五个小孩 当时我们都害怕 都在拼命地喊 就感觉自己透不过气了一样 就是拼命地在挣扎 就是想出了 但是我们都在喊 就没人搭理 当棺材打开时 他们都死了 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 我最后是被警察叔叔给解救了 除了这些 我也什么都不记得 所以别人都说我是一个失忆的小孩 其实我这些年都在找我的家 我这不知道我家在哪 我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们不要我 给我卖 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你们有一些记忆上的差别 但是呢 又有那些信息是非常的吻合的 所以到底你们俩这个信息能不能对上 那个发尋提帖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孩子呢 我们还是要对你们双方进行採写比对 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进行检测 请打开希望之门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这么多年 不敢多苦多累 我一定要把这个家属 二十一年了 我天天在祈祷 我希望他哪一天能出现这个 有个框 才就跳 没好了吧 没好了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還記得爸爸嗎 你還記得這個家嗎 發生了、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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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 tasted 嗯 来 把弟弟和爸爸 过来 这哥俩真像啊 来哥哥还能认出弟弟了 能认出来啊 初冬就是是不是亲生父母 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些科学鉴定啊 我们刚才小白说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是可以请来了 我们深圳市的公安局 深圳市公安局大管办的卢主任 我们请卢鲍磊主任 帮我们念一下DNA检验的结果 好 我们在今年7月5日 通过志愿者马俊田向我们求助 我们采集血样 送DNA数据库与徐源源 经过对比 复合孟德尔遗传基因 他们的几率大于99.9% 也就是说他们是父子的关系 祝贺你们 来 弟弟你跟我说一说 你怎么好像刚才你说 你被拐到哪了 那时候就是小时候记忆不是太清楚了 像我们有四五个小孩吧 都在一个棺材里边 棺材里头 就是一个 汪哪运 反正我们打开的时候是在一个安徽的一个小川 从那个脚下打开的 卖在大山里的什么人家 就是也是一个瓦房 就是一户人家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火车站 怎么就被拐到这来 你不是和哥哥和奶奶都跑吗 你跑哪去了 那时候小时候 那时候记忆基本上都说 基本上都没有了 没有了 你后来就一直在这个山里这人家住着 在山里面 就是说刚开始去的嘛 就是说那人肯定是花钱买了 就是说怕跑了 就是给我关在那个一个猪圈里面 就是说 就是说你不要跑 你要说这大山里面 那跑了就野兽给吃了 那时候我们都没想什么 就是说就在那待了 待了差不多有 半年吧 就是说有山上 就是说是采药的还是干嘛的 就是去了 我就说拼命的喊了 就是说那个人就听到 我的呼喊的声音了 就是他们就 就是说去当地派出所 就是报警了嘛 就是说那警察 就救出来了 就是上去的时候 就给我救下来了 救了 然后就是在派出所待了 待了一天多吧 那时候就是 就是当地就是说 派出所就是说 我们那警察局里面 就是结婚了一个小孩 就是说 谁要愿意来领养的话 就是说 来当地派出所去领养嘛 那时候就是领养我的爷爷 那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了 就是说 他手上活着没有干了 就去那个当地派出所 就给我领回去了 就带在这个爷爷家 带了几年 我去年待了三年多吧 三年多 最后就是 我在上学嘛 上学就是 那时候就是说 我的 就隔壁的邻居 他说 他说学 我现在就学嘛 就是 就是说你爷爷 就是说 老一些 就是说突发的那种 就是死了 那时候就是 我就 那时候想着 心里特别难受 就是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了 就是到那路口去 我就是等我爷爷嘛 也是隔壁邻居 开那种拉沙子车嘛 然后把他尸体拉回来 那时候 就那一下我看到了 彻底 就是感觉精神 一样崩溃了一样 就感觉就是 唯一的亲人 对我而去的 就是说 当时我就是受不了 这时候就是 我爷爷最后 把他葬礼什么都弄好了呀 就是在家里 又待了一年多 就上学 不想上了 就是去了江苏 就是大义那边 跟人家做衣服 就是跟他们做 就是早上七点多起来嘛 七点多起来 一直上到凌晨三点多 那时候大不多 一天睡一只 睡两三个小时 最后做了十多天嘛 就是感觉就是受不了了 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好了 我说不想在这干了 现在你做什么 你现在还是做衣服 成家了吗 成家了 有孩子了吗 有了 现在一个两岁半的儿子 念爷爷高兴了 这是你 就是现在太太和 你看 跟爷爷还真像 因为在1995年 如果一个孩子被拐 从北京弄一个棺材 把它装着 朝安徽运 是不太可能 因为反倒是太扎眼了 但是有人贩子 把它放在一个 相对那种箱子里 是有这种可能的 但人贩子 一般拐孩子的过程中 他是为了卖钱 他会检查 这个箱子 有没有通气口的 当然也有的孩子 在繁衣过程中 他给他喂一些安眠药 可能他睡觉的状态 所以他这个 这个是不是棺材 另外呢 当时是不是被喂了安眠药 这个可能都需要 在了解 他说的就不一定准确 我们也会像 刚才你说的安庆 当地公安机关 再了解一下 就1995年 有没有在哪个地方 发现有这个 这个孩子的尸体 在一个箱子里边装着 我们会安排 对整个他被拐的过程 进行一下调查 顶着我这个栏目 是实实在在 为我们老百姓办事的 我们广大 电视机前做的观众 都喜欢看到这个节目 我代表我们 深圳打拐办的同志 还有我深圳 来了两位朋友 为圆蒙基金 捐款五万元 为他们多找一些小孩 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好 谢谢 我们基金会会把这笔钱 用在圆蒙基金 对这个困难的 寻器人的资助 太对了 以及支持这个 公益寻人这个项目 那么我们这个款项的使用 每年都经过年审 都有审计 我们的所有的支出和收入 都会在我们的网站上公示 大家可以去查询 对对对 谢谢 老师我多说一句 其实呢 我们跟马亮亮 接触的时候 也发现 说其实孩子挺可怜的 因为就是因为 当年丢失的这一个事件 给他造成了 很大的心理阴影 所以从小时候 到他六七岁 这一段记忆 几乎全部丢失了 应该是他人生中 一个很大的遗憾 而他的妻子呢 其实对他特别好 两个人工作很忙 然后又支持他找家 在这个情况下 连婚礼都没办 他跟我们说过一句 他跟妻子承认说 等我真找着家了 我们把这个婚礼补上 现在我觉得 至少以后 小马 你们全家 不会再有这样人生的遗憾了 也给曹白婚礼啊 给曹白一下 这个好妻子在哪啊 先给公公介绍一下 给爸爸介绍一下 爸爸这是 孩子 孩子 是你支持你老公找家的吗 到现在婚礼也没办是吧 什么时候办 只要他把家人走了就好 说你对你老公特别好是吗 他对你好吗 挺好的 挺好的 共不哭了 这幸福的日子多好啊 好 一家拉着手 走向警察叔叔 把你们的血腥对比结果拿到手 然后一起走向幸福之门 今天晚上请爸爸在北京好好吃一顿 我们特别理解他为什么哭 他说原来就是小儿子 有了两个儿子的陪伴 这位父亲的心里满是欣慰 他用21年的时间 终于找回最后一个家人 实现了自己对家的承诺 和坚守 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 这份久违的幸福 把幸福永远留在 他们一直坚守的家 我们祝福他们 合家欢乐 永远不再分离